西子大同路一段靠近北山大桥旁边 疑似因为排水不良造成民宅后方积水 水都会流进民宅里头 而且情况已经相当久了 只是之前会刊之后都没有彻底的改善 2号这天早上市议员920服务处就再度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要求找出原因尽快改善 西子大同路一段靠近北山桥桥旁这一段有民宅也有店家 不过因为后方是以前的旧铁路 现在改为机车通行的道路 只是现在只要下大雨大水就会往住家流 尤其是前一阵子的好大雨 后方的水就像瀑布一样冲进民宅冲勤店家 我们落后我们的机车到那里 那里我们有做个花 应该都是应该 我们那里有一个阶梯 很多水到瀑布 这先卸不及 上一次是没有 去年是有 大同路一段 92号到98号 原来有铁道的时候 那下大雨的时候 整个从铁道的边缘一直宣泄到这个大马路 那这个大马路整个都淹水 那以前我们有会看好几次 那我们首先在前几年我们工所先来排除跟清除这里面的水沟跟寒洞 那清除完了以后这个地方的淹水就比较好 只要下大雨水就会漫流 进来店家也很困扰 只是如何彻底改善 主要还是后方原本铁路的地方 虽然之前已经经过会刊 也请工所进行出通作业 不过效果还是不理想 所以在今天的上午 议员周亚林服务处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进行现场会刊 要求改善 目前的状况是 淹大水的时候 才会由铁道那边 鲜血的一些这个水到这个住家的后面 所以影响到住家的居住的安全 所以我们今天办的会刊 我们希望说我们意见是希望说 住家在下大雨的时候提供给我们的意见 给我们的图片 如果再有这种情形 我希望我们养工处再来施作 越后方的铁路廊道 市政府施工开辟新路 提供机车自行车通行 作为大统路的替代道路 当时也有施作道路测沟 只是现在大雨及淹水 也让居民困扰 会看后也要求找出原因进行改善 这份上信息长报道